明门天后,不是欧门千金,大家好,我是天后 一直以来都有一句话,叫做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欧皇和飞球的体制在一些事情上往往不是那么一惊半点的影响 那么你曾经或者现在有没有练出过你认为十分惊艳的装备呢? 在前两天涅槃大区的左翼未免 由六鸟,无痕,两位大佬,外加中门里的一些小伴共同组建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就叫练气大会 以装备的金磁条数量进行排名 分别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外加飞球奖 说好听点就是安慰飞球的特别奖 一个有一次的活动呢,也能够调动大家的游戏积极性 那么我将在他们裁判评选出来的奖项当中各自抽出一名 大家看一下这个牌位是否合理 首先一等奖的是这一件太清古服 四金一子还有两件金磁条是法相无双和回灵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了 相信很难遇到比这件装备更好的 二等奖的是这一件仙体灯 没有九战回灵有些可惜,所以被评为二等奖 但它依旧也是很不错的装备 一样的四金一子 是零的金磁条也能够使仙体灯的灼烧伤害更加之高 三等奖的是这一个天干宝剑 说实话,这个磁条的属性并不算太好 但它四金磁条就摆在那里,依旧具有价值 用来凑装备的套装效果依旧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最后一件也就是我们的飞球奖天干宝中 顾名思义啊,它也就是所有投稿装备里面最差的一件 但是也不用伤心,差到极致也是一种运气好 那这件装备呢,可不是三金两蓝,而是三绿两蓝 在这之中还有两件词条是法修的,也就意味着毫无用处 其他的词条加成少,价值也不大 那么大家认为以上的排名是否公正 哪一件是你觉得最好的装备 好的,那么最后再友情宣传一下 涅槃重申大区第一宗门2471左翼如梦 招逍遥和鸭扇拔萃 活动福利多多,氛围热闹有妹子 啊,那有兴趣的小伴可以自己考虑要不要转区啊 好的,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